一群按照以巴囚犯换人质计划 被以色列遣返的巴勒斯坦人 开始抵达多个接收国家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说 包括一名女性在内的16名囚犯被释放 星期三抵达大马士革 在此之前 11名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人 获释后抵达了土耳其 总共大约有40名巴勒斯坦人 可能因为安全考虑被递解出境 以色列官员允许其他400多名 获释的巴勒斯坦人 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这些人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是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 但直到他们释放了剩余囚犯之后 我们才能完完全全地感到幸福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使我们所有在以色列监狱的囚犯 得以释放 无论他是在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带 葛兰高地 1948年巴勒斯坦疆域还是正在流亡 这是我们的责任 释放这些囚犯是换回以色列军人 吉拉德·沙利特协议的一部分内容 沙利特在2006年 被巴勒斯坦基金分子绑架 星期二成千上万的人 站在沙利特家乡 米茨比希拉的街道两旁 庆祝他的归来 沙利特在获释后不久 接受了埃及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埃及电视台的记者 夏奇拉·阿明说 沙利特 你看起来不错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 你自由了 是啊 五年过去了 简直不敢想象 根据埃及居中斡旋的交换安排 以色列将在两个月内释放 另外550名巴勒斯坦囚犯 美国之音 电视报道